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加拿大BC省南南摩的一个海滩 我们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港海捡生蚝 今天这里海滩的最低潮是六点半 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已经是七点半 不过水位还是比较低 在这里港海要买正 我们已经在昨天就买好了正 这个海滩只允许捡四种海鲜 生蚝 大贝壳 小贝壳等 这个海滩只有靠岸边的一小部分是公共的区域 大部分都是私人的区域 游客只能在公共的区域捡海鲜 不能去到私人的地方 这种不知道是什么生物 看外表有点像像拔棒 但是它其实不是 这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碰下来它就收一收 这里更多 看那边 银片 它这里只有四种银血 你扣得出来吗 扣得出来 躲进去了 噢 喷死了 它实际上就是躲在石头上这一点点东西 长大的会很大 但是现在它还没 谁知道 这些生蚝就在这些石头之间 看它的外表跟石头还有一些像 你不仔细看还辨认不出来 因为退潮了 这些地方露出来了 所以就可以在这里捡生蚝 一个镇只能拿15个生蚝 都是别人搞下来不要的 你看看 这些小贝壳 剪的小贝壳 这里还有 这些 这一哥 我准备把这个垂下来看看 垂死了 嗯 算了 嗯 这个好像 不是很大 算了 不要 有空的 有空的啊 那身边好多个 一个石头上好多个 当时好多都是小的 嗯 这个看 这是一个是两个啊 两个 两个了 是不是小了 小了才算 算两个的话那又划不来 等下写嘛 这个看起来大啊 嗯 可以 我把这个鲁克形都盛起来了 是 你大事我去看看 不要剪生蚝了 大不大 大个 这个也有点大 给那些大一种 剪的是小贝壳 哦 这里面好多 里面好多 是啊 你抓贝壳了 不要再剪这个生蚝了 抓一下 试一下 这几个 哎呦 这些还是活的 在外面剪的不一定活 是泥巴里面的 啊 哇 扣 哦 没有傻子 哇 这些还是活的 抓 继续抓 那我在外面剪的不一定是活的 那我在外面剪的不一定是活的 扣 你洗 你怎么知道 找这么装 一个阵子能拿75个小贝壳 这个也是个石头 这个也是个石头 水上来了 我们冬中快的 有75个了没有 75肯定没有啊 二三十个只有 有了 棕子也高的 它全是石头 这石头上面好多个生蚝 嗯 这种小的小的好多 我们买了 吃了些 吃了些 吃了些也不是不大 啊 随便都可以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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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 那就选这个大的了 嗯 这海滩的水位上升很快 我们也要马上离开这里了 这海滩的水位上升很快 很快就捡了一大盆 因为我们一大早去港海 还没有吃早餐 现在我们就找到了这个有桌椅的地方 在这里煮早餐吃 这里有小孩游玩的地方 还有饮用水 我们这一次出来旅游几天 所以锅网瓢盆和炉子我们都带了 现在就来煮我们刚刚剪的海鲜 这生蚝就用清水煮一下 味道非常的鲜美 生蚝很难撬开 用水煮过一下 它的口就开了 随便撬一下就开了 好大一个的生蚝 太好吃了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和分享我的视频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